你不能干 你干什么 要违建 可是他把这给拆不完了 他改一套房子 八万一米十万一米 这叫房地产牌发 知道吧 当年说栽树 好好的树 现在干什么 都拿水的给扑平了 不知道为什么 拆尾 拆尾就是像政治认为 说拆了之后 为什么不拆 本身把新年拆了再说 现在不就这事吗 这么说 对吧 当初是退更关联 现在退雷还工 对 就这么来回闹了 咱能不能靠点土啊 现在把树下滑了 我在陕西的时候 知道他 当地的老农民就说过 别看就这房地产开发 整片的小区 上百栋楼 也别说没人住 有俩人住 好玩 看着他 看着他 有什么用啊 你怎么盖个楼环 比盖个住店的成果要高吧 房子是盖完了 银行贷款是拿出来了 房地产开发是把钱赚着了 可这房子给谁住了 对 没人住 这种情况特别多 咱们反回来说 当地老农说了一句 最深刻的话 我想50年以后 这老农民的话 应该是最有战略眼光了 告诉你了 有把楼房拆了重脉子那天 没错 北京大业谈休马路 就这条街改多回了 咱们就说 从什么08年奥运的开始 从05年的开始 原来警告就是最原始人9格的水泥砖 6公分后 那砖是真结实 不好看啊 怎么办 我们要迎奥运 红红火火迎奥运 整个把纯红大街这儿都铺成什么 都铺成这种 普通的地磁砖 就咱们家用的 咱们家用的地磐 一手全都改成红的了 口号什么呢 惊着什么呢 我们要红红火火迎奥运 把这灰砖全拆了 改成红砖了 就这家用的这种磁砖 能在马路上用吗 等我找汽车 找自行车行人采两个都采碎了 结果08年终于奥运会办下来了 又他妈改了 改成绿的了 这些奥运的主题是绿色的奥运 对 要他妈改绿的 对吧 结果这一看就说确实不灵 确实是不金造 结果爸又改 现在改成什么 大理石的马路牙子 罗牛 罗牛 罗马都没干这么干过 这种钱吗 大理石马路牙子 知道大理石多钱一个地方比吗 知道大理石从哪来的吗 比中国大要八个泰山不够理拆的 这不是俩纯粹一胡干吗 这不纯粹一胡干吗